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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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你拿這咖皮箱要去哪裡啦 你以為你是007出任務是不是啊 要去銀行啊 老闆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今年使用牌照稅4月1號開增 你看我們公司車這麼多 稅帶一次來好幾百張 再加上現金 當然要用皮箱裝一下 去銀行比較保險啊 喔 我真的會暈倒耶 我現在什麼時代了 你還拿那麼大咖的皮箱 裡面裝滿了現金要去銀行 那我不就還派兩個保鏢保護你去銀行 真的是喔 浪費人力又不環保 我跟大家說啊 除了拿著稅單到金融機構 或者是便利商店繳稅以外呢 你還可以使用信用卡 晶片金融卡 ATM轉帳的方式繳納 你也可以直接使用行動支付的APP 或用你的手機掃描你的 繳款書上面的QR Code 做繳納的動作 真的是省時便利又方便啊 還有許多易化的方式可以使用 有這麼多元的繳納管道讓我們使用 是不是很方便呢 像我們這種持有這麼多台車的廊啊 可以向車級所在地的地方稅基增機關 申請同一個直轄市或縣市轄內的全部車輛 進行歸戶 每張繳款書最多可以歸戶五台車 真的是環保又方便繳納 最後提醒大家 使用牌照稅的繳納期限是4月30日 於期後每月3日啊 就會按照你智納的稅額啊 加增1%的智納金 最高啊會加增至10%啊 若是超過30日還沒有繳納 除了10%的智納金以外啊 你還會被移送強制執行啊 千萬不可以忘記啊 那我就不用特別出門耶 在公司弄用就好啦 假說欸 看小師長姿勢不是假的啦 智慧繳納follow me 多元管道真便利 這台2017年的Fit 飛度1.5S版的 有一個很不妙的地方 基隆車 基隆這個多雨是大家都知道的對不對 今天來的又是一台Handa的車子 板金特寶啊 唉唷 生鏽啦 來你看這裡 你看這個已經 我現在一尻它應該就掉了 你看喔 有沒有 你看這個梁 那個已經破一塊了 有沒有 全部都生鏽 最後我們成交的金額是23萬元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愛車小搞玩 哈哈哈哈 這一台車呢 欸 也是你耶 對啊 對啊 這個就是我們上一集回想很大 怎麼報廢了啦 這就算整理好 賣我15萬我都不買啦 留言非常的精彩嘛 我們本來是沒有要整理 要賣同行的 我就想想 既然有這個機會 乾脆 看看一台生鏽的車 我們能把它翻修到什麼地步 而且啊 我跟你講這個車回來 放了一兩個禮拜有沒有 又有新的災情出現了 什麼災情 來來來這邊 不夠慘就對了 不夠慘不夠慘 還有災情 還有更慘的 你看這個架子座有一灘水 你看 怎麼漏一台 好臭喔 臭不兵 我跟你講這很常出現在哪裡 這我們很有經驗 酒袋喜美啊 跟這個FIT啊 在這個玻璃這個角落的地方啊 其實都很會生鏽漏水 所以這個到時候有沒有 整塊玻璃要卸下來 要去查 要看哪裡生鏽 全部要除鏽 補塗 分析 這一次啊 我們要處理這些生鏽的問題 我打算是這樣做 首先呢 我們要把全車的地毯全部都拆空 門板全部都拆掉 地毯跟椅子 留下來我們美容布清潔 門板留下來美容布清潔 雨刷桿都要 也是要拆下來抹 除鏽 必要的時候 叫兩支新的雨刷桿來換也可以 要修理廠 該拆的基建拆一拆 裡面全部都除鏽 地盤也是盯起來弄一弄 再做一個防鏽 你要打鍊那個HONDA這個 你這個小孩子為什麼 都有這種壞念頭呢 什麼我要打鍊 我是要分享 你要分享 對 這個車子呢 到底整理不整理得起來 你為什麼老是要樹立敵人 製造對立 製造對立嘛 對不對 我們是為了廣大的 這個HONDA的車主 對不對 早想跟大家講 這個到底還能不能處理 說實在話 除非你是一台車要開很久 開到報廢的人 這個秀對你會有影響 但但凡呢 你只是二手車開個過渡期兩年三年 其實這個生鏽 我是覺得影響沒那麼大 你要等到它全部變成粉末 還蠻久的 所以我是覺得 應該是要看你的用途 也不是說生鏽就不能買 好不好 我們就來整理看看 這個做一個特輯 生鏽車的特輯 因為我記得它連輪胎都二三年 我沒有省一點錢起來 而且我跟你講 這個車也不太用改 我覺得Feed的車有個好處 其實不太用改裝 它原廠的鋁圈 跟它的這個設計的這個比例 我覺得就蠻好看 空間也蠻夠用的 我是覺得主要呢 針對生鏽的地方 把它處理一下就好 好不好 我們大概簡單看一圈 好 保桿這個也不用講了 這整台一定是要花了 就算這一片 假設不用烤漆啦 問題是白色的車 會有色差嗎 對啊你會有色差啊 所以你一定要做啊 沒辦法 要不然其實喔 它上半部蠻多地方其實都還不錯啊 屋頂區也還不錯啊 這邊保桿受傷 塑膠的你看就不會生鏽了 我覺得這個 除了我講的那個 門板要拆 可能連室內這兩側的這個 還有底板這個全部都要拆下來 包括椅子全部都拆下來 門板拆下來 清空才看得到生鏽的地方嘛 而且還要修理廠底盤頂起來 才看得到受傷的地方嘛 膠條水切這個都要拔下來 到時候就是內外都要做 有沒有這膠條什麼要拆 其實裡面還蠻漂亮的 你看裡面就沒生鏽 裡面就很漂亮嘛 兩個部分它可能就要拆這些機械去做 修理廠應該會媽很生氣 他在想說你幹嘛不報廢 別人的車都報廢 你的車都很大錢 你的車曬啦 我給你報廢看你的臂面嗎 你們這些人都這樣 吃湯吃鐵 鹹吃阿滷麵 吃人不煮骨頭 別人的車都叫人家要報廢 自己的車的話超值錢 新車買90萬 你最好跟我說89 那就處理下去了好不好 這台車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期待一下 好看的 看起來裡面應該還好 你看這都沒拆過 這一看就原裝的你看 連那麼緊 我是想看一下說 我竟然都已經拆開了 因為我那時候為什麼要拆門板 你就是想看裡面有沒有生鏽 裡面還好啊 裡面還蠻漂亮的 那裡面是不用噴的 賺到了 我本來以為裡面也要噴的 好你這邊拍一看 有沒有那我以為裡面這個骨子都會生鏽 那個這個應該不是吧 這個骨子這個 這不是啊這很漂亮啊 但是它裡面有一攤耶 你有沒有看到 後座也有一攤 後座也有一攤喔 對啊 他從哪裡進來的 我在猜是門板下面露進來會不會 門板下面 對啊門板下面拍子都要聽一下 所以有可能是從那邊爬進來的 要不然他幹嘛打交 他應該之前就有露腿了 剛剛小玉說蟑螂有五六隻耶 真的假的 蟑螂在游泳 欸不錯耶 住在這邊不會狗噶耶 哈哈哈哈 有一些蟑螂如果住在車子裡太熱 沒東西吃就死了啊 這邊至少還有水可以維持他的生命 所以我們上次看到一隻 其實總共是有五六隻就對了 對啊 那也還好啦 總比一撥好吧 不過你看底盤其實都還不錯啊 也沒有什麼生鏽啊 其實比想像中好 對到時候會把它清乾淨 還有舊還有舊 應該還有舊 還有舊 那我們爬舊一下 好 OK 好 師傅我可以問一下嗎 他為什麼要掉引擎下來 因為他這個啊 生鏽 喔 他整個大樑都生鏽了 所以要 上面更明顯 上面更明顯 對對對 因為我們現在往下端著的地方 嗯 還要處理那個生鏽有沒有 哇塞 沒有 那個地方 有沒有 沒有 那個地方 所以要把它引擎下來 然後處理那個大樑的部分 對 上面這個地方有沒有 哇塞 他引擎腳上面那邊也有 那麼嚴重 啊這個都生鏽啊 對啊 就基本上 車頭全部大樑都秀掉了 是還好 他是不會影響太大的結果 只是說他是表面而已 嗯 他沒有說奧在他 秀最裡面的地方 嗯 只是你想要卸下來才能處理的 因為卸下來你才有辦法 把它用的比較 漂亮一點 順一點 應該說比較順一點 他綁鐵絲是有什麼啊 因為我傳統狗沒有要綁 喔齁 我們不是單靈白子掉出來 所以 那個 不需要拆到 就是 就把它掉 喔不然他會垂下來 對對對 喔 都秀掉了 嚇死了我 呵呵呵 這沒流要怎麼做 這很像放很久的書 乾掉的 不是放很久 是一直秀 一直秀 啊越秀後就會 越省喔 引擎下來以後 他要做什麼 就是要 撒換那個啦 就是撒換板金 最主要我們要做裡面 到時候要板金完 然後要補土片雞啊 喔好 等一下要跑七啊 因為這邊是有漢的 要補土的 到時候還要噴黃雞 你剛剛打的這個是什麼膠啊 算車身膠啦 這個是七可以上的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 像說它延長的那麼硬 就是會比較軟 啊這個功用是什麼 怕它鐵板有裂掉有沒有 你把它用 讓它整正 再加強的意思 對 這邊有 這邊有 上面有 對啊 這樣我們一點要過去 剛剛那邊 因為它這個有秀掉有沒有 我們要再打上去讓它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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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是隱形膠嗎 對這是右邊的隱形膠 總共有幾隻啊 三隻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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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 方 左右 左右 說 這兩根是什麼管? 軟氣的熱水管 軟氣的熱水管 兩根都是? 對,一進一出 這顆是什麼? 這個引擎電腦 引擎電腦 對,跟電速相似 這個是接電瓶的 對,對 那個... 所以,做得了 在當時,做得了 會! 選擇好 會! 可以! You were a master, you know that So, babe, so, babe, you are never mine You're a master, you're a master, you're a master 那這個味道是正常的嗎? CVT的有東西都有味道 喔,真的喔,我想說它味道好像比較重 對 可是HONDA的又比其他更重 喔是喔 HONDA的就是這個味道 阿如果是一般的那種 這牌有阿 這牌有甜甜的味道 喔喔 對 阿如果你聞那個 它有燒焦味 那就是代表裡面的東西磨損 就是百分之百 就是有機率阿 有機率 像譬如說這種CVT 如果它裡面鋼帶有磨損的話 有時候它你可能 看它的顏色會沒辦法搬到 不一定 那不是絕對的 喔喔喔 像我們也有那種 比如像甜賴的 那個鋼帶斷掉在路上 它抽起來有是乾淨 看情況 都是要看情況 它如果是像鋼帶斷的那種情況 就是車子就掛了 走不動在路上這樣 其實比較好看這樣 這台車防袖應該都有做了 哇 欸 這個 這真的沒有撐起來 根本看不出來 嗯 煞車皮要換 那個盤子有沒有 你袖子那樣子 因為要換煞車皮 那盤子要不要順便 袖子的明明正 前面的袖調要換 然後後面的就把它洗乾淨 那邊可以 要換嗎 要 那當然要換 好 超髒 髒到透過來了 反正兩面應該都白了 至少這面應該要白了 喔 這樣子 差很明顯 用拍的都拍得出來 對啊 欸 通常如果那個冷氣有異味啊 要怎麼處理比較好 先換冷氣網 如果它還是不行的話 就要用那種 市面上有那種衣紙 放在裡面 然後在內循環那邊循環 看能不能把那個異味弄得掉 還是不行的話呢 就要找到看車上的好東西 把車子都給我找 還都磨到光了 快 還沒 快到底 快光了 對啊 這盤子真的 還 銷得蠻誇張的耶 這樣嚇到有雪雪 這算秀嗎 這是刹車皮上面的粉 刹車會咬著 然後它 刹車皮上面會有滑沉出來 它這裡就附在上面 這樣 刹車換了之後把它 溫度在哪裡清清掉 不然 到時候裝回去又有 又有聲音 你看 痛打得很奇怪 它會 它那個髒東西都會藏在下面 我 乾淨的倒進去 要變黑的 瞬間變黑的 所以這樣又變成要抽掉了 一樣的 還是要怎樣 管路裡面都要換掉 你看你真的黑掉了耶 就是HONDA會怎樣 其他板上來就不會 不管是CRV啦 或者是CV HRV 都一樣 它這種 罐子的可能 可能是容易長髒東西 因為有時候抽了 抽三五次都抽不完 會盡量洗 對啊 不用加壓 就不用 就不用 不用擦 慢慢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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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盡可能漏乾淨一點 現在看起來很乾淨 剛剛 油一加下去 就馬上就髒了嗎 加 邊速香油 3.3公升 漏下來多少 就是加多少 所以CVT 還有它專門的油 它這個很多車廠不一樣 每種CVT怎麼會不太一樣 測一下電 很困難耶 就是吧 很棒 電池狀況良好 嗯 好 太棒了 不用換 不用換 那就給它發動吧 要再去試一下看看 煞車人的問題 剛剛換了 好 試車了 剛換完那個 機油 變速箱油 什麼都 什麼油都換了 開開看看 還有什麼問題 初步這樣 開起來是 底盤 還不錯 不會啊 這個凳 窿窿什麼的 也沒有說什麼 有意義出來這樣 沒有 對啊 這樣停也沒有 底盤 還不錯 引擎的輸出也蠻順暢的 煞車也還不錯 嗯 蠻力的 HONDA的綜合性能 就比較平均一點 嗯 可是它就是這個 板金烤漆這個方面 蠻弱的 它漆就真的比較薄 這公認的 不得這一台的引擎腳 什麼也都很穩 很棒的底盤 很棒的引擎 那接下來就 美龍吧 聖帕斯 出門在外只有聖帕斯 艾伯爾 環保 生活 科技 領導品牌 奉技方向盤 唯一有溫度的改裝品 這裡有換掉了 哪裡 這一塊 為什麼要換掉 它在那邊裂開了 哦 我們叫了一個新的 這一塊 這全新的喔 這不是沙漏劍喔 我現在還是搞不清楚 它的H到底是長的 在下面的 還是短的 沒有 反過來 對 這樣才是正的 我們還有叫一個前面 前面這一個 鍍鉻四條 前面這塊 算 有點像水箱護照的東西 反正它就是這裡裂掉了 這樣看就很清楚 啊前面為什麼要換 這邊都掉了 想化了 對啊 幹其實仔細看它裡面也裂掉了 那時候我們的你要賣多少的2017年的 秀秀家族的FIT 前段時間我們有去屏東找蛇丸 蛇丸之前是有在原廠組裝過 然後有一陣子為了這個塗裝的事情 他們還曾經有停工過 可能就了解這個塗料問題 所以這個生鏽的問題 在那個年代其實還算蠻嚴重的 但我覺得我們那時候量過都是漆 用漆模擬打 就是他們那時候 那個年代的漆特別薄啊 不知道是哪一層的那個防鏽 或是塗料的問題 我在猜啦 好啦不管啦 反正呢 這個本來想說要把它送去拍賣掉 也覺得可惜 因為是個題材 覺得說 像這樣子的代步車 如果真的這樣整個生鏽 我們要把它整個完整的整理起來 到底要花多少錢 看了帳單之後啊 我們在這邊提醒消費者 切勿以身釋法 怎麼會要花那麼多錢 整個弄好要花十幾萬是怎樣 是說坦白話講啊 我們這一次整理的這生鏽 我們是用蠻高規格 為了要呈現這個 給觀眾朋友看 生鏽 到底是 簡單弄 還是 要很複雜 事實證明 你如果要把它弄得很完整 要很複雜 你引擎變物箱要卸下 你才能用到一些 擋火槍 內部股價的部分 價錢這樣爆嗎 再放一個 預電窗吧 哇有好多地方都有做 水箱護罩我們把它換新的 後四板也是換新的 車頂的四條也換掉了 雨刷臂 也處理了 整機也是這樣 掉引擎 引擎拆裝 有夠貴的 牽涉到 卸 MISSION 卸引擎 那絕對不可能別引 因為它周圍 管路電線什麼 全部都拆開的東西太多了 底盤呢 我們也順道把它連底盤都防鏽 因為我們不是把它做好而已 我們還在家預防 底盤的這個防鏽也全部都把它噴上去了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保養 因為這台車我記得里程當初跑很少 四萬三啦 我就是因為 欸你看這椅子跟新的一樣有沒有 你看那個方向盤 排行盤 看後座也是很漂亮 人家跟新車一樣 沒有開玩笑 這邊啦 這邊都處理好了 為了會來趴在生鏽 這周圍這膠都是我們師傅在補上去的 也是蠻有成就感的啦 變漂漂亮亮的 欸 I-V-Tail什麼 欸 這條不見了 變I-V-Tail 誰給它扣掉了啦 喔 落差了 好看一下引擎室 重點 那時候引擎室的那個 大梁又生鏽了有沒有 嗯 我把它搞定 喔你看 漂亮 啊我們做完之後 我們還幫它上黃油 那很多啦 那時候我記得很多這種地方 夾縫中求生存的地方 我們都全部都把它 重新再補裝過 引擎卸下來 把一些大梁的地方 堂火牆的地方 全部都弄過 盡量還原到一個水準了 好我們地毯也全部都把它拆洗 因為拆地毯才知道 還有沒有其他地方有 生鏽啊 欸搞不好地毯已經弄得住一個洞 欸以前我們朋友塞雷諾Tinkle 你知道嗎 地毯下面已經住了 他都不知道 開開開 高速空路突然聽到 卡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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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地板掉下來 地板掉下來 就是他已經鑄到整塊這樣掉下來 哎唷 啪啦啪啦啪啦噴掉 一個鐵皮 結果他那時候 回去一看 才知道那邊已經鑄一個洞 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喔我剛剛為什麼要講這個 因為我拆地毯才知道 對啊 因為那個下面你真的沒發現 很難發現 以前的車板金又都比較差一點 那個原料啊還有製程都不一樣 所以現在 你懂製程嗎 現在比較懂 你懂製程 我懂製程 哈哈哈哈 你這樣子懂啊 好反正就是這樣 反正就也把它拆開整理 所以現在裡面味道 嗯 不錯 哇 非常清新的味道 哇 新車 四萬多引擎好安靜 超穩 這內裝真的是 欸 不錯 所有東西的這個 都很漂亮啊 你看 有啦它就這個啦 這個螢幕兩邊已經 我就不花了 我花十幾萬喔 不花了 我開不了啦 好硬喔 你有沒有聞到一個防鏽的味道 防鏽器 這是防鏽器的味道 它要開一陣子 防鏽器剛上的時候會有一個味道 你可能要開個 我在拆給它開個一個月 它才會不欠 這個車況好應該還蠻貴的吧 你說17年嗎 17年現在市場上賣 搞不好將近四十萬喔 正常的收就要三十幾 我們現在整理完 只是讓它變成正常的價錢 正常的價錢 可是它有生鏽過 對啦 大概就是類似這樣 不錯啦 我覺得這個 很特別的一個企劃 比起在改造車子呢 我們是盡力的 把這個生鏽的地方處理還原 我記得當時輪胎也還很新 對啊二三年的輪胎啊 四個胎都是新的 我印象中 這是碟盤也有換 我們碟盤也有換 對我們碟盤要把它換掉 它原本的是秀到不行 碟盤也都秀了 對 所以這個整個車子都把它翻新了 那希望這樣的節目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超級感謝拉滿 我們那個沙龍真的有超級感謝拉滿喔 7500耶 不是是沙龍嗎還是去台南 這個把它的帳號拿出來 我要感謝一下乾爹 感謝這個我們去台南那個 這個那部影片喔 有一個User SX4JR 沒有我沒有說什麼 沒有講話 User SX4JIMO2T 這個觀眾朋友 7500塊錢的爐內 小吃汽車在此神智的感謝你 幫我們做一個 這個旅費的補貼啊 讓我們那一趟的旅途 不再孤單 在這邊感謝乾爹 好不好 那我們做這樣的影片 也希望有類似的這種乾爹出現 他以後我再一一跟大家自謝 好不好 拉滿 哈哈哈哈 真的啦 喔 我在開十幾萬這個燙沒錢 你不覺得嗎 我其實好幾度想要放棄 這種我花一大堆錢 然後媽弄 對啊 你光在沙龍才十幾萬觀看 所以我真的覺得喔 這個都是我們自己在自嗨 我們自以為那個車很經典 還是很怎麼樣 這也是我們自以為 要跟大家分享生鏽 是怎麼樣整理的 療癒的過程 所以真的好幾度 都想要放棄 吃力不討好 而且喔你說 再怎麼差 我十幾萬那個真的是 連小都換不回來 整理很久還要跑好幾趟去修理廠拍 我記得之前也有一個S-Trail也是這樣 大撞的S-Trail 那個時候我直接爆背掉沒事 你知道嗎 真的是為了說讓大家去看說一台車撞爛了 然後到最後把它整理好了 然後你是不是真的看就看不出來 分享當中的這個危險跟風險 我一直念耶齁 念不完耶齁 沒有你看那麼多的這個車評也好 還是這個 在做相關汽車的議題的同行們 真的沒有人像我們用這種方式一直在找 而且常態性的 不是說我整理我一台自己的車 然後花了30萬給觀眾朋友看 那是爽自己啊 那我又去改了什麼東西 花了20萬那是爽自己啊 那不一樣啊 生鏽車我們分享的意義真的是比較大啦 其實也希望多一點人可以看到這類的狀況 這個除鏽完不完整 其實不完整有不完整的說法 比如說前檔就不要拆 那你看到有黃的地方就把它擺的噴過去 生鏽車便宜的做法就是這樣 就裡面就不管了啦 就花邊水水來邊打拆拆了 後來要給它碰到 用那種演示的方式去演示它的缺點 那其實那個你買回去 過一段時間它還是又生鏽啊 所以當初我記得這台車我是叫你們先拆空 再去烤漆廠嘛 你到板金廠去它就會去看哪裡 裡面有沒有生鏽啊 底盤有沒有生鏽它再去修是再去修復 特別就是這樣 不拆門板你看不到裡面生鏽 我也不用花錢 你買回去以後生鏽人家的事情 類似這種感覺 地台下面更不用講 欸你看我那麼多人在模仿我們 模仿孤車啊 你要賣多少我先的吧 買新車也我先買啊 他們總不模仿一下花很多錢 我跟妳講有人做過啦 花一花發現不合啦 後來就不做了 真的假的 真的啦 所以我跟妳講這真的很硬 拉滿了 記得 掰掰 掰掰 又是 抖個 抖個 高 那 就 那 ひ 抖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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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